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美地区很多服务型行业的人 他的基本工资都是很低的 因此他的收入来源都来自于小费 小费小费这两个单词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有两个单词可以表达小费 第一个单词叫做tips 第二个单词叫做gratitude gratitude这个单词顾名思义就是感恩感激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很感激或者很感谢他为你付出的服务 因此gratitude这个单词在这边就表示小费的意思了 那么到底在哪些场景下是要给到小费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场景呢是当我们打车的时候 when we are taking a taxi or taking a cab 那大概给出租车司机的小费费率呢 是15%到20% 特别是当行程结束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小费的费用 结算在总的费用里一起给到他 第二个场景呢是餐厅 通常餐厅给到的小费基准的就是15% 当然如果你是土豪你也可以给很多很多小费 上不封顶 但是如果你不给小费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通常来说餐厅的经理会跑过来跟你居一躬 然后说哎呀您对我们的服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尴尬啦 OK因此所以还是不要不给小费哦 第三种场景呢就是酒店 在酒店你会接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 那么有两个服务你是一定要记得给小费的 第一个就是当门童给你搬行李的时候 那么门童叫做bellman 他给你搬行李的时候呢 通常你要给到几块钱的小费 那大概我们会给到三块到五块 还有不要忘记就是帮你打扫房间的人哦 就是我们所谓的housekeeping 那housekeeping呢 你大概每天给到两块到三块的小费 留在床头就可以了 当然也不要给非常多的小费 如果你给很多很多钱 housekeeping的人呢是不敢拿走的 好那么之前讲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常规的场景 需要给到小费的 还有一些是大家意想不到的 比如说第一个场景啊 就是点外卖的时候 在国外点外卖的时候 当外卖小哥把东西送到你门口的时候呢 你大概需要给到20%的小费 因此在国外点外卖的成本是很高的哦 那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你去剪头发的时候 你需要给这个发型师小费 你去做指甲的时候 你要给美甲师小费 你去做美容的时候 你要给美容师小费 甚至你去搬家的时候 搬家公司的工作人员 你也要给他小费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场景呢 就是如果你开车去加油 而那个加油站恰好有人是帮你服务 比如说他帮你擦了个窗 或者帮你加了个油 那么这个你都是要给到小费的 OK 今天给大家简要介绍了一下 北美的小费文化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在美国和加拿大旅游的时候呢 可以避免一些尴尬的场景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请你扫描右边的二维码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